凤凰和龙一样在我国的地位是特别高的 它们都代表着吉祥如意 是古代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生物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专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但在前段时间 一位男子在野外意外捡到了神鸟凤凰 将它抱回家后 专家直呼赶紧放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男子就住在山脚下 他每天都会到山上捡木柴 当天他就像往常一样到山上捡柴 在捡柴的过程中 就发现书丛林有很奇怪的声音 这让他感到很疑惑 怀着特别强烈的好奇心 走近查看 就发现这是一只受伤的小鸟 它非常漂亮 身上有各种不同颜色的羽毛 这位男子觉得它很奇特 就立即将其带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 人们都看到了这只小鸟 觉得它很漂亮 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说的疯狂差不多 男子听到这样的说法后 就感到特别震惊 立即找专家鉴定 而专家赶到现场 看到这个动物后 就连连表示 赶快将其放生 原来这个动物不是疯狂 也不是鸟 而是孔雀 因为孔雀的数量非常稀少了 早就列入了我国重点保护的动物名单当中 不能受到任何破坏 人们不能随便抚养 如果发生了意外情况 那后果是特别严重的 人们可能会吃牢饭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